現今的農委會農田水利息 這次提供農水利最關的文化 每年都會基盤移動的體驗 今天台南的體育鴨堆 最好在六甲農會的樓在開幕 掛電農會的台南市農會 都派完到中免禮收學園 就讓他們度過看到的兩天的鴨堆 水源灌溉 包括他們所吃的那些米 都是由我們這邊 就是嘉南農田水利署 農田水利會灌溉的 讓他們了解說 整個水田的那個觀念 跟那個整個水田的文化 讓他們知道說他們所吃的米 就是 都是每個農民種植出來的 所以要教導他們要懂得去珍惜去愛惜 這樣子 最主要的活動是這樣子 這次的活動是由中華民國 蘇建輝協會來主辦 兩天的鴨堆安排了很多客廳 透過的幹部看電影 實在照紅燈燈 多完的方式的帶孩子來食材農會 蘇建輝也有最重要的水準的文化 下午的課程當中 就是會透過影片 然後讓小朋友去認識水污染 那即透過動態的課程 讓小朋友變成 每一個都是小水滴去體驗水循環的過程 讓他們知道水在流動的時候 會經過哪些地方 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明天我們就會出發去烏山頭水庫 那去烏山頭水庫 我們就會去看關於八田羽衣的相關建造的一些博物館的遺跡 甚至於是我們在建造水庫的時候 八田羽衣可能曾經用過什麼樣的工具 那明天我們都會帶小朋友實際上去走過一次 中華賓國蘇建輝博學會表示 烏山頭水庫是烏山地區重要的水利的設施 十幾歲上後他們的帶孩子 實在到水庫來參訪 歡迎實施清淨在地的水庫 正一步了解電視的水族圓 與牛市的重要 南天十分由於第一日加菜的方法到 好看喔 好看喔